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本场比赛的胜利 中国女足也是终结了一项尴尬记录 那就是在正式的比赛中 12年不胜朝鲜的历史 对于朝鲜来说在淘汰赛将会碰到日本队 上半场的比赛 开局没有多长时间 裁判一次判罚 便引来了不小的争议 朝鲜门将进区外手球破坏了中国队的单刀 本来是一个红牌动作 裁判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比赛来到第八分钟 中国打出小范围的精彩配合 王双打眼脚破门 下半场比赛开始没有多长时间 中国队再次扩大比分 脚球开出 门前的王珊珊投球帮助中国队扩大比分 剩余的时间双方再也没有取得进球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中国队2比0战胜朝鲜队 而在本场比赛中国队也是两人被罚出场 在比赛最后阶段 已经身背一张黄牌的赵荣再一次防守 中踢到了对手的头部吃到黄牌 两黄便一红被罚出场 贾指导也是因为不买裁判的判罚最终被裁判罚出了场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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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